你知道为什么饭店的酱大骨不仅颜色红亮而且肉质嫩而不柴吗 今天我来告诉你 首先我们准备一盘不要钱的大骨 我们给它清洗干净冷水下锅 加入姜片料酒去除它的腥味 焯出血沫之后捞出温水洗净 然后我们起油烧锅油热之后下入冰糖 咱们这个酱大骨啊想要颜色红亮好看有食欲 主要呢就在这个糖色 咱们熬糖色的时候呢先开大火把冰糖敲碎融化 融化之后呢我们给它转小火慢熬 这个糖色呢熬的时间短了发甜 熬的时间长了发苦 熬着这种早红色冒泡的时候刚刚好 我们给它加入开水 加水时呢注意安全不要见到自己 然后我们下入超好的棒骨 之后下入大块的葱姜桂皮八角香叶干辣椒 再放入一品鲜酱油和蚝油 再来少许的老抽上色 之后加入一勺甜面酱和一勺黄豆酱 这个酱大骨呢全程不放一粒盐 这样做呢肉质嫩而不柴 家人们果然每天更新美食不为别的 只为您一个免费的双击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 就给果尔点一个呗 谢谢您的支持 咱们大火烧开以后呢 转小火炖50分钟 时间到我们给它转大火收汁 酱大骨制作完成 颜色红亮 肉质软烂入味 特别好吃 你学会了吗 跟着我 明天见